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見 我是林子彤 這環節先跟進內地和本港股市中央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上乘綜合指數中央收市跌21點 中央收報3441點 互深300指數跌31點 中央收報4569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70點 中央收報13153點 看港股,半日跌312點 中央收報24594點 國企指數跌149點 中央6634點 大市半日成交644億 這個環節請你描露 成交不算太大,半日 今天市場跌過100天線 現在都在水平拉脚徘徊 今天跌得多,美股也有點拖累 因為烏克蘭局勢緊張 後市怎樣看? 有貨的應該有什麼策略? 要不要減一減榜避一避封頭? 這些為止減榜 以後我又不會覺得是一個很明治 或者很應該的選擇 但是你繼續拿下去 我們說過24000至25000自由發揮 現在又落到中間位的水平 就是你減榜也不是 你加上榜也不是 所以兩晚四至兩晚五 越近中間位 我們越沒有意見去做什麼 但是你說今天跌300多點 我覺得就no big deal 真的沒有什麼大大特別在這裡 烏克蘭局勢緊張 又不是只講估自己跌的 你說上星期五 美股也應聲地跌下來 其實消息上是不是一面倒你回答? 烏克蘭局勢固然是市場緊張 但是你想一下市場上星期尾那段最害怕的是什麼 聯儲局一口氣在三月份加50點子 其實在上星期五 已經有不少的聯儲局官員出來說話 就是說如果加息步伐太快的話 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步伐 這些言論已經導致說利率期貨 顯示三月份一口氣加50點子 又落下50%左右 又是買大小格局50% 50%大50%大50%小 只剩下遺失的可能性就是打仗 這些無可避免 但是你說烏克蘭局勢怎樣分析? 沒有的 其實現在說上星期五那麼害怕 純粹是因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邊境上面 有軍事演習 這些跟幾年前金正恩北航射導彈的道理一樣 可以害怕 市場絕對有條件跌下去 但是也有機會趨勢無端無事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在指數上真的沒有什麼意見 24,500這些位置不穿的話 你就駁它有沒有機會跌幅收窄 但是真的轉勢了 關鍵的阻力位25,000 看看這個月有沒有機會突破 升穿的話 到時候會有條件再慢慢加創 所以第一方面我覺得 沒有可能這些位置突然間加創 有貨就繼續炸煮 駁它升穿25,000的時候再去加煮 相反地你要減遲 穿到24,000這些位置 才慢慢退出貨 這些位置最好就有50% cash 50%貨 但是如果你看看各個股上面 波動性都很大 今天兩個焦點 第一方面可能是內房 開始又回落 內房就預算是炒上下 但是你說本地相關股份 隨著本地的疫情 始終見到疫情其實就不會太意外 預算每天都趕幾千宗 但是會繼續升上去 3月份會高峰期 這個也是的 但是問題是防疫措施 大家會擔心會不會封城 所以本地相關股份 跟著跌下去 所以其實市況現在正在炒的東西 都是跟著消息來走 肩部、肩部等等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我們的建議都是不要太過重瘡 但又不需要太過悲觀 好 剛才說到烏牛局勢那方面 有些人就想到避險 要不就買金 同一時間都是怕原油供應有些變數 所以那些油供應也爆上去 283元升得最厲害 金、油這些應該都算遲了一些 現在應該怎樣呢 如果真的很擔心想避險 繼續買金 避險可以買金 但是你要記住 避險、對沖的目的 是為了輸錢 對沖手上要輸一點 你不會想著因為買金升錢 從而去搏這件事 我們不會主張這樣做 但是你手上如果有很多貨 剛剛不止50%貨 你還拿得多些 你又怕又不捨得走 你主要怕是怕什麼 你那些貨可能只是怕打仗風險 買一些金來做對沖 萬一真的打仗了 我覺得用來做對沖 絕對可以的 但是你油股就在炒的兩件事 如果你說油股 真的中石油、中海油這些 價值股 還是以一個收息角度去看 OK的 你繼續炸主 但是這個油股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打仗 現在記住就是 只是在邊境上面佈局 沒有人確認會不會 軍事演習完之後 接著又散水 油價會回落 絕對會 例如油股和油股的分別 油股就有一個穩定現金 股值很便宜 但是油股上面炒了幾件事 就是油價升到這樣的水平的時候 遲早會增產 但是問題是 真的有一個可能性的 因為問題是 一旦污和局勢 換成油價回落的時候 它就沒有必要增產 所以短線來說 油股是很炒的 但是這些位置再追 真的不建議了 除非你講得很有信心 看到油價上到百多元樓上 我沒有這些念頭的 油價升上來 我都覺得有點出乎意料 我都覺得有點出乎意料 跟公共和局勢突然轉緊張 這個不在期望範圍裡面 所以如果你想很害怕打仗 對沖相關的風險的話 金是可以想的 但是有的話 我覺得就無謂了 因為真正打仗上來的時候 其實油公司都不會很受惠 因為很多產量可能停止 甚至要被迫 可能把原油賣給國家 做戰略儲備 所以打仗通常是最禁的 但是問題是否真的打仗 自己要南深入沈 好 這個環節先跟Arno談到這裡 Arno有沒有遲到上上頭的副分 都沒有遲到的 好 麻煩Arno 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